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今節要繼續講姜濤的美國巡迴之旅 雖然你說姜濤巡迴之旅 但其實MIRROR巡迴之旅 但今次這個美國之旅 姜濤重新定義了位置和成功點 究竟是怎樣呢 哥哥今天跟大家談吐一下 還有講一些美國之行的趣事 秘聞給大家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劉鶴言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無論如何都可以 還有課金支持 好了姜濤呢 首先第一件事 最簡單不過說一件事就是 姜濤的美國之旅是開心的 即是今時今日都可以定性 姜濤的美國之旅 無論是穿州過省也好 演唱會之間的空眼時間也好 或者是一些私人時間也好 你看到姜濤那種開心 還有一種愉快的心情 你在香港少見 我自己覺得 即是我衷心說的 所以你說香港是姜濤的發源地 我知道這樣說發源地 好像是一個姜濤文化 發源地 香港發源地是姜濤的 姜濤的發源地 應該這樣說 姜濤的發源地 這樣運動就對了 但是不知道 他可能相對在香港就是 因為公司也在香港 相對我的壓力是大很多的 你感覺到 沒有那種自由 即是at least他自己 譬如可能在說 他自己叫做 上班後 在麥克風 九龍灣總部 可能遲些會搬 九點 你說他 跟著 走過去九龍灣 德福那邊 喂 這樣也會萬人空巷的了 德福都立刻 會 姜濤會超級多進駐 他圍著可能水舌不通 九龍灣 又或者可能在銅鑼灣都是一樣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某程度上 對於姜濤 都是一種壓力 不是說我們做得錯不錯的問題 是 說著 說著 明星效應沒辦法 即是他在現在 香港就一定是大壓力的 你說去到美國 美國就自由奔放 老實說一句 喂 還不自由奔放一點 喂 你起碼 出街也沒有那麼多人認識 整個美國那麼大 加上他這個 巡迴演唱 這個 美國站的 巡迴演唱 其實是說著這個 這個姜濤 這個姜濤其實是有很多突破的表現 老實說 很多突破的表現 他不是一個 我 就是甘於現狀的 特別是看美國的演出 他很多事情是倒加的 很多事情倒加是拼著MIRROR而走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重新一個定位和突破 對於姜濤來說 我自己都很開心的 因為始終MIRROR演唱會是成軍五周年之後 即是第一個活動 其實第一個活動是洪欠那個 不過洪欠那個就不要說了 哎真是發生了這件事就不要說了 反而是說回之後在大嶼山 再寶菲演唱會 接著就巡迴演唱會 我反而是 都覺得姜濤是珍惜這次機會的 即是老實說 在於姜濤來說 他們MIRROR有沒有機會再搞多一次呢 都是未知之數 老實說一句 都是未知之數 會不會是說著 即是 再做多一次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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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商營的機構 賺錢當然是首位 也都是 你不要跟我 在這裡說 他們有一個義務去發展樂壇 發展娛樂圈 沒有的 我告訴你沒有這樣的義務 因為他們有義務是跟自己股東交代 或者投資者交代 純粹就是 純粹就是賺到錢 可以 想盡方法賺錢 以及用盡自己手上的資源去做 這件事是摸口肥 亦都是對於一個商業營運 一個很正常的做法 老實說 真是一個很正常的做法 你真的不要寂寞 你真的不要寂寞 有一個 娛樂圈的道德責任 沒有的 怎麼會有 他只有賺錢 所以 正正就是這樣 究竟 《十二怪道》這套第一套 的藍團戲 做完了之後會不會再做 真的好難說 除非你說《十二怪道》 《十二怪道》 相當之好相當之美 是一個 很大的誘因去 讓《Mark & Will》再 再去做多一套戲 所以機會不大 而且在說這些巡迴演唱會 究竟 最後賣數 是否 集齊《十二指》去開演唱會 最後賺到足夠 有一個誘因去開多一次 演唱會 我覺得未知之數 我覺得也不容易 因為 開演唱會的資金投入都很大 即是你又要去訂場 你表面上就以為《十二指》自己飛去 其實不是《十二指》自己飛去 其實不是《十二指》自己飛去 去後面還有一大堆 crew 去幫忙去照顧《十二指》 去照顧《十二指》 亦都可以照顧一個 那個 那個 即是叫做 地方 即是每一個地方一些展覽的安排 一些巡迴展覽的安排 巡迴歌手的安排 這樣 全部都要做 所以根本上就是《MIRROR》再開演唱會 就是一盤數 即是對於公司而言 但對於我們姜糖而言 或者是鏡粉而言 又不是說淺 那麼簡單 是在說 究竟我們有沒有機會看到 姜濤的風彩 或者是MIRROR各自各粉絲 覺得的風彩 即是 這件事反而是一個重點 我自己覺得 所以 你說美國之旅 我自己覺得他們是享受 姜濤 其實他們心目中都明白的 我覺得他們心目中都明白 就是在說 就是在說 是不是最後一次呢 是不是以後沒有一個機會 再做重演唱 我想 所有MIRROR都是有這個問題 即是MIRROR十二指 都是有這些問題 即我們都擔心 會不會是最後一次呢 即是第一次 但是是最後一次呢 這個東西 即是叫做 永遠沒有人知道的 我自己覺得 但是 Anyway我自己都希望 怎麼說呢 當然我覺得 姜濤單飛開演唱會 會是最好不過 但是 我 我其實是有點反思的 我最近看到 姜濤這個美國之行 跟那些兄弟 即是孤文論的那些兄弟 是否支持他們 或者他們之間的關係 怎樣 起碼表演出來的片段 都是 說姜濤是開心的 說姜濤是開心的 嗯 是啊 不是說 即是燈一些相片 是苦苦苦苦苦苦苦的 所以 當然我自己 希望看多次姜濤演唱會 希望 可以這樣說 可以多看幾次的 當然每年一次 我覺得都很感恩 那當然 這些東西 當然要計錢 麥克威爾自己計 但是我相信 如果姜濤開個人演唱會 是必賺無蝕的 必賺無蝕 你甚至是 加開到十場 我覺得 都是一定會爆滿 但是當然 這個是麥克威爾 自己衡量那個 利益 利益金錢那樣東西 那 雖然我是很喜歡看 但是 就是 我覺得姜濤可能 更加喜歡 藍團循迴演唱會 因為我想有人陪他玩吧 即是 你特別是說美國 即是週與週之間 這樣去過 去過這個 去不同的演唱會地區 那我自己覺得是 他會開心 我自己覺得他會開心 即是 無論如何都好 即是一班年青人 即是一班年青人 可能都真的沒有戒藥壽 老實說 可能真的沒有戒藥壽 即是 即是最緊要就是 即是 唉 即是怎麼說呢 口不和 但是心和 口不和 就真是心和 希望真是 不過我也有信心 即是我想在現階段 以姜濤作為 即是 叫做最大的功效的一個鏡仔 來講 姜濤地位都是一定是超現的 即是 可能其他鏡仔都感覺到 即是他未必這麼輕易 就說 那姜濤不是什麼俗心 是吧 我想他不會這麼說的 即是 只是說 即是幫到姜濤 或者是在美國之內 他有所成長 那我覺得已經是 一個非常之好 那所以 我今次放眼看 都是有些反思的 對於姜濤這個美國之女 第一我覺得他都是年輕人 有些空間去再想一下自己的事 我覺得是重要的 所以 所以拭目以待 美國之類 繼續下來 我們跟著撐他 餘下的暫數 應該一場好看過一場 所以大家放心 好 今節的姜濤中日新聞報道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 呀